所有能够翻身上岸的穷人 都以为领悟到这句话的精髓之处 皇帝身边养奸臣 老板身边养小人 想不明白这句话 你永远不可能当老板 话说乾隆当政 全国饥荒 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 朝廷震灾 十周救济灾民 你知道和尚有多缺德吗 他在震灾的周里掺沙子 事情败露之后 满朝文武骂声一片 但万千灾民却对和尚感恩戴德 没什么 只因为和尚说了一句话 能喝下这碗茶有沙子粥的人 那才是真的灾民 因为灾民要的是保命 而不是享受 衰晚离开的那群人 全是烂于冲树 抢灾民饭吃的人 没有雷霆手段 以后我谈什么菩萨心肠 心机不是害人的力气 是防人的手段和用人的智慧 这本诉书教的全都是手段和方法 它是一本拿不上台面的书 由于太过于真实和残酷 所以在近千年时间被列为禁书 不让老百姓去读 而那些为官从商的人却在读 他教你用反面思维去思考事物 快速找到捷径 用手段达到目的 他不同于传统的国学 讲道不讲述 他更追求结果 讲究变通 对于我们这些过惯了安稳日子的老百姓来说 读一读这千年的阴谋文学 可以让你在菩萨心肠的同时 有一些金刚手段来保护自己 新走江湖 居之必备